Woo 欸 起上個節目開始囉 等一下才開始啊 那東西還好 那我再看一下 跟大家說一下歡迎收看幸福企業直播 對 填給我們今天吃飯 還是要敬業一點好了 我們今天來的是那個知名享譽海內外的最紅公關 就是我們聯巴國際 Share Tea跟MamaDang的公關 侯申委申委哥 記得大家到那個阿偉石樂園去按讚 謝謝 從今天一開場就可以知道 這是一場非常豐盛的直播 這也是我們幸福企業直播 最特殊的一次開場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來賓太有誠意了 百合都滿足的 有吃有喝 尤其這個很好喝 這顆檸檬是不是 霸氣檸檬綠 好想喝喔 霸氣檸檬綠 那到底它霸在哪裡 霸氣的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整顆的檸檬 在這個杯子裡面 表示是貨真價實 天啊真的很有誠意 真材實料 一整顆 一整顆的 沒錯沒錯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西小婷 先講一下我們今天的通關蜜語 是我們的一起加入聯發國際 預告一下今天非常大方 我們會送全家百元電子禮 一共有六組 六組 就是讓你那個咖啡喝到爆炸 所以有通關蜜語的用意 就是在告訴我們所有線上的網友 今天呢都有獎品要送給大家 一定要寫上我們的通關蜜語 同時要tag兩個好朋友 對 很容易就抽中喔 很容易啊六個人就抽中 因為我們獎項很多 然後呢我們要請得阿偉哥來跟大家講一下這個聯發國際的歷史背景喔 聯發國際我覺得 他可以說是我們手搖引裡頭的一個傳奇 對 因為從這個我看是上攤車 對對對開始起家 然後到今天 具有國際的這個宏觀規模 是是是 到深偉來跟大家做介紹 大家如果追蹤一下那個偉哥的臉書 你就會知道就是 不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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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死的上面會看到很多就是在國外展店的一些 是是 對對對 沒錯 那我們公司呢成立於1992年 那老闆呢一開始是在重慶南路那邊 一個小攤車 那後來有搬到這個南洋街 老闆也是一個傳奇 對對對 老闆是媒體人 我老闆超厲害的 他以前是做 送意節目製作人 對對對 比如說百善百勝啦 或者是 好彩頭啦 可能是 小時候看著 大波王的那個 對對對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不過他就是從那個 那個時候開始做 綜藝節目開始 然後後來呢 因緣際會之下 在逛這個 士林夜市的時候 看到 有個手搖引的 這個 這個行業好像 蠻有可為的 然後他就跟 他以前女朋友 就是現在的 我們的董娘 對對對 討論就說 那乾脆不要做電視了 我們來賣手搖引好了 結果呢 哎 董娘立刻就支持 你看一般的女生 可能會覺得說 蛤 你放得這麼好的 這個電視台的工作 不做 是一個冒險嘛 那不過呢 結果兩人 齊心合力 就是開創了這樣的 一片企業 然後我們現在 這個企業呢 我們在這個 全世界有330幾間分店 門市 尤其在美國呢 大概有130幾間 那在美國有130幾間 對那澳洲也有大概 三四十間這樣子 那越南各地 東南亞還有文來 還有杜拜也有三間 這樣子 總之就是拓展的還蠻 蠻多 我有實地走訪過 斜曉廷的總部 你看他在這個 全球展店 可是呢 他在那是在 南港 在南港的辦公室裡頭 就可以掌控到 全球的原物料的這個 進銷貨的情況 對 所以他們的這個 系統 也做得非常的好 對 然後像我們去年12月 也在歐洲 開了第一間店 在捷克的布拉格嘛 那大家都知道 因為去年不是疫情很 很嚴重嗎 那以至於 像我們的都島 都島呢 通常開店之前 都要到現場去 教當地的人 怎麼做飲料嘛 那現在去年 因為疫情沒辦法出國 怎麼辦呢 他們只好半夜 來公司用視訊的方式 因為有時差的關係嘛 對 其實他們算是蠻辛苦的 那也因此呢 就是藉由這個 半夜來視訊 教對方 來做這個 茶飲的這個 好一陣子之後呢 終於順利的開出了 我們歐洲的第一家店 這個布拉格 連教授都還是用 站在這個科技的前端 是是是 他們的這個展店 也都是站在 在時代的尖端 像現在呢 在西門町的馬可波羅 沒有啦 唐吉哥 我故意啦 嚇死我 你還臉的 很大 你還臉的 唐二選那種 二十元那種 又是二十元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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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後來活在舊時代 然後嘗試著新的事物 我們三個加起來 一百多次 唐吉哥德 唐吉哥德 我看到連續加起 好多人排隊 到唐吉哥德去消費 排隊消費 在唐吉哥德 舊油 邂小廷的店 對 在旁邊 這事實上你已經排隊了嘛 你就先去買杯飲料來排隊 買杯飲料來排 所以我相信這也是 這個當初邂小廷在那裡展店的一個很重要的思考 差期的原因 對不對 心心念念都想到我們 廣大的消費群 其實我們要宣傳一下 我們現在有一個投票活動 幸福企業投票 這可能還更重要一些 對 為什麼說這個更重要一些呢 跟錢有關啊 不是 聽我說 因為大家只要參與這個幸福企業的投票 不要去趕後面的誘因 這個後面誘因也就是說 只要參與投票 他就有機會抽中一萬塊 這是後面的誘因 但更重要的其實我覺得是 大家藉由這個投票去認識幸福企業 認識幸福企業裡頭 像這次有報名參加的歇腳亭 才會知道說 到底這些參與幸福企業投票的這些企業 他們是有哪一些的福利 哪一些的明確的升遷的制度 然後認識這些商家的企業文化 我覺得這才是背後更重要的意義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請那個韋哥來對不對 所以跟法國際來介紹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深入了解 歇腳亭是華行 華行後 華行後 在華行後之前呢 導播一直講說 我們必須要把前面這一根拍掉 要不然會是擋到韋哥的鏡頭 對 我要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店裡必點的一個招牌餐是什麼 本公司除了歇腳亭外 還有另外一個品牌叫做媽媽檔 是一個西馬料理 馬來西亞料理 而且媽媽檔 對 我也去吃過 這一尊呢 代表要把他搗碎 可是媽媽檔好像是在馬來西亞 是 一個什麼的稱呼 對 馬來西亞的用語 媽媽檔的意思呢 就是夜市 或是大牌檔的概念 那我們只是把這個當地的庶民小吃呢 帶回來台灣 以這個餐廳的形式來呈現 這樣子 就是你在餐廳裡面呢 可以吃到類似在馬來西亞街頭的那種感覺 懂了 也就是因為疫情不能出國 在台灣偽出國一下 對 到媽媽檔就有出國的那種感覺 而且走進去餐廳裡面呢 連大廚都是當地人 對對對 我們大廚可是馬來西亞當地的 印度裔的特地奇怪 這樣很有feel 他們會表演 拉茶這些的 對對對 很帥 很好玩 很好玩 來吧 他好像是台灣的女婿是不是 不是不是 但他舉家已經 舉家搬到台灣 然後搬到台灣 對對對 那來跟大家介紹這一個叫做 這一尊 他的原材料是什麼 他就是麵粉跟糖 那他主要 他的名字叫做香酥塔餅 那這也是馬來西亞當地 就是大家都會做也會吃的一個點心 那大家想說要怎麼吃呢 人家講這一次我都想知道幾家 我只知道要保碎 然後一片一片 其實有兩種吃法 一種就是你從上面 慢慢的一片一片剝 那另外一種就是整個這樣捏碎 這樣捏成碎碎的 再拿來沾這個三個醬 煉乳 煉乳跟三八醬 還有這個咖哩醬 對三種 煉乳三八醬 三八醬 三八醬是這個 馬來西亞當地的辣椒 它是辣椒醬的意思 然後這個是咖哩 對對對 好那看那個洗澄哥還有和風 要怎麼樣去吃它 你捏碎的話 第一個 等一下我打個唱 那捏碎的話 那手要先洗過 對對對你洗過 我洗就剛好上廁所 我那個忘了是誰表演的 是捏碎的嗎 捏碎也可以啦 沒有東西倒 就是你捏碎這樣子 來吧 謙哥 和風 對對對 哎呀 哎呀 你可能要整個 整個大手指 對對對 哦 很酥脆的聲音有沒有 對對對 謙哥你先吃什麼口味啊 跟大家說一下 嗯 什麼口味 很好 嗯 你有醬什麼 煉乳 對對對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它這個 餅皮裡面 本身有一點點糖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 沾煉乳會比較搭 那當然如果你喜歡 你喜歡吃一點辣的話 就沾那個三八醬 嗯 好搭喔煉乳 對 而且它裡面本來 而且我第一個會沾煉乳 是因為我看韋哥的影片 第一個也是沾煉乳 對 沒錯 因為我有點怕辣 我比較喜歡吃甜甜的 對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它雖然是 嗯 有貨的糖啊 但其實它基本上也不沾手 不沾手 對 不會說手上 好像黏答答的 因為它的糖 只有一面就是裡面內層 外層是沒有糖的 所以你拿起來是不會黏到手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它有一個亮亮的那個薄薄的糖 對對對 薄薄的糖 所以你就算不沾也會微甜 啊 你就算沾辣的話 它也會綜合掉那個辣度的感覺 對 非常適合 對 我剛剛沾了那個第三個 試試看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咖哩味啦 嗯 它比較不辣 但是有一種咖哩香 對 就是南洋風 三個都很適合欸 是齁 那個味道 嗯 公司中午喔 我很輕輕 坐上前來吃 公司中午都有公餐 對 藝人力喔 信不信 今天是滷雞腿 剛剛 我們發現黃若薇到我辦公室找我出來 他說不要再吃便當了 他說寫腳亭還有媽媽當 準備非常豐盛的那個午餐 然後馬上立馬就把便當蓋起來 便當蓋起來 好像跟我沒騙你喔 好聖動 那個河粉看起來好好吃喔 河粉等一下會出現 河粉就是 河粉先跟照成我delay 那個直播的很重要的因素 很棒 三個都很棒的味道 對對對 好 我再把它弄碎一點 弄低一點 弄低一點 在店裡面 一桌菜裡面 這個真的很好玩欸 我們也有好像準備一些 有關於斜腳亭的介紹 是不是 影片 對我們有一支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看一下影片 好 因為我們不看影片 我們就沒辦法吃下去 所以有 我們先看一下影片 我們先看一下影片 我們基於回饋社會的理念 對醫護人員表達敬意 在Share Tea切腳亭 丹恩中校店開幕的首兩天 我們辦了一個買一杯送一杯 再加一的活動 幫民眾送給前線的醫護人員 我們是部店要練習的腳亭 那我們上民眾就是募集了一千倍的飲料 然後還有上面的愛心小卡 要給辛苦的醫護人員加油打氣這樣子 我們還開著一台胖卡車 巡回各大醫院 在指定的地點或大門 每天現場製作 讓醫護人員下樓 就能免費喝到一杯暖心的飲料 這上面是民眾幫你們加油打氣血的話 今天辦飲料的時候看到所有醫護人員 其實很感動 因為他們很累 可是他們還是堆滿了笑容 然後告訴我們說沒有事 他們會再繼續加油 我們消防局的同仁是非常辛苦的 我們也是防疫國家隊的一環 那包括我們居家潛力隔離的民眾 要送醫又我們負責 鑽石公主號回來 我們要做這個後送醫療的 也都是我們負責 我要特別的謝謝我們消防局的同仁 那我們今天捐贈的是薛角亭 薛兒替 今天呢做了五百杯茶飲 有一百杯是任賢其送的 要來慰問我們第一線防疫的消防弟兄 那這個活動也引起了不少的企業跟名人 還有一些明星的加入 其實他們都很想對醫護人員做愛心的表現 透過我們的手來幫他捐出去 謝謝你們這邊還上面還寫說 因為有你台灣更名好 謝謝大家我們一起加油 台灣加油我愛台灣 台灣加油 加油 台灣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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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台灣加油 台灣加油 當速度遇上美味 雪兒替寶石捷聯名珍奶 旨在新北寶石捷 今天夏天我們推出三款全新的 蠟汁系列新飲品 那其中呢紅茶蠟汁跟奶茶蠟汁 都會附上一支 Andal hungry 加珍珠的冰棒 那在喝之前呢 把這支冰棒放進紅茶或奶茶裡面 拉一拉 那隨著這個冰棒呢逐漸融化 這杯紅茶或者是奶茶 它的口感會變得更加豐富 有層次 另外還有一杯叫做 拿不了汁 那就好比有如把這支 躺到昏貴加珍珠的冰棒 還原成飲料 那麼你只要吸一口 就同時可以吸到三種食材在口中 非常過癮喔 1 2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喝到 麵布茶 我要一杯QQ奶奶好喝到 麵布茶 你在發生什麼啦 我要QQ奶奶好喝到 麵布茶 你去嘗嘗 你去嘗嘗嗎 你去嘗嘗嗎 我要QQ奶奶好喝到 麵布茶 我要一杯QQ奶奶好喝到 麵布茶 QQ奶奶好喝到 麵布茶 我要珍奶 你沒有珍奶 你沒有珍珠啊 你沒有奶茶 你沒有奶茶 你是不是這個QQ奶奶好喝到 麵布茶 那我要一杯那個 QQ奶奶 QQ奶奶好喝到 麵布茶 好的 麵布茶 一塊-拌頭 你們的拌頭吃拌頭 你們的拌頭吃拌頭 軌糖對 軌糖好喝 軌糖是軌糖嗎 昨天柯 傑哥回現場了 回現場了 傑哥喝的是什麼 這個影片真是精彩到 讓我覺得太短暫 沒有是因為現場太豐盛了 我剛剛喝這個肉骨茶 傑哥已經偷吃了兩道菜 怎麼樣肉骨茶的味道 肉骨茶 對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我們家對面就有在賣肉骨茶 可是我覺得有點不太相同 這個肉骨茶雖然也是馬來西亞 對是馬來西亞 沒有錯 但是好像各有兩種不同的風味 對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一般大家現在市面上看到的肉骨茶 很多都是來自於新加坡 比如說黃雅西之類的 但是他們的肉骨茶的茶湯是比較 比如說乳白色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馬來西亞的肉骨茶 比較深色 對比較深色 就是其實做法跟原料上的不同 那我們的為什麼會深色呢 因為它裡面是用了許多的中藥材去熬煮的 另外呢還有加了他們當地秘製的一種黑醬油 所以喝起來看起來顏色就是比較深一點 那喝起來味道呢會帶點中藥味 比較沒有像黃雅西那種新加坡 他們比較強調的是這個胡椒味那麼辣 對我們喝起來是不會那麼辣的 整個店裡的這個肉骨茶肉這麼大條 對沒錯 他說要沾醬嗎 有中藥味在這個天氣冷的時候特別覺得很棒 對對對 今天天氣冷變冷了 大家要特別留意 到16度台北 每次很愛沾他們中間這個黑色的醬 看起來很稠很鹹的感覺 但不會不會 然後我們看到那個我們的肉骨茶上面 有很多這個油條 也是當地的一種最傳統的吃法 馬來西亞的吃肉茶就一定要放油條 這是馬來西亞特有的 我覺得這個今天看直播還長見識 大家平常都有接觸到肉骨茶 可是你卻不曉得這個肉骨茶裡頭 更深邃的一些美食的文化在那邊 那孫偉今天跟我們介紹一下今天帶來這麼豐盛的這些餐點 先從餐的部分 好從這邊的部分 走到沙爹的部分 對這個沙爹也是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南洋就很愛吃這個沙爹嘛 那這個沙爹我們今天帶來的是雞肉跟牛肉 那除了這個沙爹肉以外呢 我們很特別的是 老闆牛肉一下 OK來了 要沾醬 沾醬 沾醬那個醬呢 我想說您吃原味啊 這個醬呢 也要跟大家特別介紹一下 這個醬可是我們的馬來西亞主廚 親自調的 他跟一般醬不一樣的地方 在於 趕快 秦鎮哥 趕快講出來裡面 你在店裡啊 碧點就是這一道 我很愛吃沙爹 不管去那些東南亞國家 我就會碧點沙爹 就是這樣 有沒有吃到一點點的花生顆粒感 有 對對對 這就是 我們馬來西亞主廚呢 他每天就是要在店裡面 就是把那個花生磨碎 磨到很碎 然後跟這個醬 融在一起 現在自己做的 沒錯沒錯 對 所以你吃起來呢 就是不是像一般那種 普通沾醬而已 你還可以咬得到一點點那個 花生的碎末 然後那個香氣也在你的口中 我覺得今天這檔直播 很多的年輕的男性朋友一定要看 為什麼 因為我每次經過中央通路 看那個媽媽檔 都好多男男女女到那個地方去 我相信呢 這個男生請女朋友到媽媽檔去吃東西 他只是要去顯現他自己的識貨 對 而且還要講出一些理由 所以啦 你不是只是說你自己很有品味 然後呢帶著這個女朋友尾出國到媽媽檔去吃東西 吃美食之外 還要講得出來 這就是我們今天在這個 這檔直播節目裡面要跟大家介紹 不只是量好 量那個 醬好 沾醬好 我想他這個牛肉的選用 我覺得也很不一樣 因為我牙口沒有太好 可是牛肉可以吃 有的選用的那個部位 硬的不知道跟什麼一樣 我覺得 今天這個牛肉的口感也好 還帶著肉汁對不對 甜甜的肉汁 像剛剛錢人哥講的 就是這個啊 你可以放在你的口袋名單裡面 你就會知道說 當你想要吃辛馬料理的時候 道地的辛馬料理 然後口味又符合台灣人 就可以到東區逛一逛的時候 彎進巷子裡面就倒了 肉骨茶完了 沙爹搶完了 對 剛剛您一開始吃的冰棒 後不期待下去 對 他叫做 鴨蛋果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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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上面有跟鴨蛋炒在一起 所以特別的香 對 然後呢 除了這個 裡面還有這個鮮蝦 還有這個蠟腸 對 所以整個加起來 這個氣味是非常的豐富 在我吃之前呢 製作說可以來抽三位百元電子禮券囉 先送大家去喝咖啡 來看看是哪三位呢 恭喜 周伯宇 陳明君 跟林 Carey 恭喜三位 全家電子禮券百元 對 鴨蛋你剛剛吃的那個 炒果條 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 就像那個 森偉介紹的 這個層次非常豐富 這個味道 因為它越有蝦 對 一大特色 因為一般果條就是 很怕中間吃起來會白白的 可是它 所以它那個 有一個 微微的豆豉味 然後呢 吃到後面的時候 會有一個鹹香的那個感覺出來 就鴨蛋香 對 而且它 你可以看到整個果條都 包覆的很好 就沒有一點 白白的空白出來 這就像我們那個蛋炒飯一樣 每一顆米都有蘸到蛋汁 都有裹到 它這個確實也有做到 它這一份也很豐富 這是我們的最新三月推出的新品 叫做 冰城有夠蝦麵 為什麼叫有夠蝦呢 因為它 冰城 這是馬來西亞 對 很多華人居住的地方 這一碗呢 可以看到 上面一共有12隻鮮蝦 然後除此之外呢 跟大家再 爆一個好糠 如果你是三月壽星的話 就給你20隻鮮蝦 喔 不是升級就對了 對 升級 2 4 6 12 如果你是三月壽星 就是給你20隻 今天下去就可以 20隻嗎 20隻 五陽座 五陽座 耶 趕快喔 黃若薇的粉絲記得 可以開始從今天 三月二號 這三月的第一天 上班開始開始排 排到三月底 好不好 我們可以慶祝一下 整月份 整月份 黃若薇的月份就對了 非常謝謝大家 這個月 威威運 對這個月叫做威威運 以後我們怎麼說 好 今天要喝一下 試一下湯頭 這個湯頭也是用了 我用這個 蝦頭 這個是三巴醬 對是會辣一點 那我們湯頭 你可以喝喝看 有一種濃濃的 蝦膏味 因為我們是用蝦頭下去熬的 有沒有 那種蝦的鮮香味 我很好奇耶 這一片是什麼 這是豬五花 對對對 所以也是 你可以吃吃看 就蠻甘甜的 嗯 怎麼樣 好喝 有沒有那種蝦的鮮味 非常濃郁 濃郁 而且那個 辣度跟鹹度應該也還好 很適中 那那個何鋒呢 我喜歡那個 因為一般豬五花會有點怕怕的 可是它那個肉啊 泡了那個 你看我拿一片起來 對對對 然後啊 我再試想說 我如果試沾一下那個辣 不知道會不會 不一樣的感覺 你吃辣嗎 吃辣我吃辣 你吃辣 那OK啊 哦 如何 馬來西亞我來了 哇厲害厲害 那講完了 這個吃食的部分 對 今天的飲料也各不相同喔 對對對 二四六七杯 八杯 OK好 那我們先從這邊開始講 因為大家都知道 最近那個 這兩天的那個鳳梨事件 鳳梨新聞蠻多的嘛 那我們再來 這杯飲料 這杯叫做爆爆水果茶 這裡面有 六款 六種台灣水果 那其中呢 就有鳳梨 一整片的鳳梨 對一整片的鳳梨 解決了當前社會的國家發展難題 哈哈哈哈 這邊比較明顯了 這邊 我們選用的是金鑽鳳梨 那就是 甜度比較高 也比較不澀 那裡面還有 比如說像蘋果啦 柳橙啦 等等 一共有六樣水果 而且很貼心 有一個叉子在 所以我們鳳梨農 就不要太過於緊張 只要有蝎腳亭在 對 傑哥你要試一下嗎 問題就解決了 你喝完了以後呢 還可以用叉子 對 他們最貼心的部分 這一份是給我 請喝 你可能要用 這要怎麼看 他們的面心就是啊 都附了一個 用這個原來的 木叉子在裡面 所以你把飲料喝完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把裡面的水果拿起來吃 對對對 補一下你那個一天的水果汗那樣 怎麼樣 傑哥 因為我上次有喝過 如何如何 豐富 我覺得這 這個是真的是綜合果汁 而且他也不會有任何浪費 因為他這都是圓 對對對 原貌 對 破針價實 比方說你如果喜歡檸檬酸 就把它壓一壓 也是可以 對 然後呢 所以你整個喝完以後還可以 把裡面的果肉全部吃掉 表示 就是說你可以補充你的這個 對水果 對水果纖維質 還好我今天穿的這個西裝 稍微比較大一點點 否則的話 這個節目吃完了以後 可能扣子都要打開 我們就會慢慢往後推一點 而且瑋哥這個裡面那個水果 我覺得裡面有一個很搶戲的是那個荊棘 對 它那個荊棘把那個甜味都帶出來 因為荊棘會微酸 然後呢 但是呢因為鳳梨比較甜 所以呢你喝進去 你會發現喝進去跟吞下去的那個 口感感受完全都不一樣 你沒有去做美食節目真的太可惜了耶 真的 好會講喔 瑋哥是先取壓對不對 真是 對 還有來來繼續 瑋哥以前有沒有看過那個瑋哥的節目 我是他的忠實的粉絲 很好 對 這個就不要再講 我常常問他我說 你拍這個是有沒有環隊啊 怎麼為什麼你在那邊跳躍啊 幹嘛幹嘛 這不可能自己拍吧 有的人真的很厲害啊 放著這樣子 放著耶 他就在那個視角範圍內你在那邊做演出耶 若微也可以 他都會帶著夾著 自拍這樣子 其實我先介紹我這一杯好了 因為他剛剛一來的時候 我就一直看著他 然後我就跟攝影說我要喝這一杯 他是珍珠鮮奶茶 你想說珍珠鮮奶茶 跟其他有什麼不一樣 我剛剛一喝 當然 我跟你講他 除了說他裡面加的是鮮奶茶 他上面有一個很特別的 這杯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杯被我繳了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 花那個 拉花的在上面 這上面跟大家解釋一下 上面其實是用這個低脂的鮮奶油 擠出來的 那我們也會撒上一些黑糖粉 那 所謂的這個 珍珠鮮奶茶 就是說裡面有珍珠以外呢 那我們加的是 就是鮮奶 在裡面這樣子 喝起來比較清爽一點 可是加了上面這個 這個低脂鮮奶油之後呢 又感覺比較滑順 對 所以這兩杯是一樣的 對是一樣的 那我這杯待會拿到冰箱去放 會不會就像你們跟義美聯盟款的冰棒 不會 不會 你把它放到冰箱裡面去放 就會被其他人喝掉 對 所以這是一個很冒險的舉動 你知道 它上面因為多了這個鮮奶油的拉花 你把它攪一攪之後 或是你把你的吸管稍微拉高一點 你喝起來的話就是兩個不同的感覺 對對對 它會變成是厚鮮奶的感覺 是是是 厚奶茶 對 往上拉一點 所以我剛剛喝的時候想說 奇怪為什麼明明是珍珠鮮奶茶 就感覺我沒有喝過它的感覺 因為我平常比較少喝這種飲料 所以我對它不是太了解 我每天都喝手搖飲 真的嗎 那你要講一下我們的珍珠吃起來怎麼樣 我們很怕珍珠遇到冷的時候會變硬 但是完全沒有 對對對 內好內好 珍珠是最怕碰到女人 什麼意思 因為女人的眼淚就像珍珠 好冷 天啊 所以不能讓女人流淚你知道嗎 好不好 這樣很冷 好 可是雖然很冷 你看那個觀看的人數馬上bill go 哈哈哈哈 所以大家還是比較喜歡聽冷笑話 如果 你跟我們一樣就是喜歡珍珠要Q彈一點的 對大家可以試試看 因為呢 真的你珍珠一碰到冷 它變硬 這個是好像就是很難解的一個問題 對他們的不會 我們還有 對還有 剛剛喝的這一個要不要跟大家說一下呢 好 這我選用的檸檬 好另外 說了 因為有整顆 對 這一款叫做霸氣檸檬綠 這一款叫做霸氣柳橙綠 那 那我又知道為什麼叫霸氣柳橙 對對對 那就是整顆柳橙了 對吧 所謂的霸氣呢 我們就是把整顆的水果放在這個杯子裡面 大家 從外面就可以看到 有一整顆的檸檬或者是柳橙在裡頭 表示貨真價實這樣 那喝起來其實 放一整顆下去 一定有它的用意 喔 也就是說 就像那個茶一樣 它可以回沖 哈哈 也是可以啦 如果你們不嫌他 因為如果我切半顆 另外半顆怎麼辦 所以說一杯的價格 它可以回沖兩次 是 好划算 非常划算 我們上次有講啊 就說因為像它這種水果茶都非常濃郁 就另外再買一杯綠茶 你後來就把它倒進去 對對對 其實是可以的 聰明聰明 對對對 最旁邊還有兩杯 最旁邊就是 這兩杯其實有點不一樣 這是鐵觀音後奶 就是使用台灣的鐵觀音茶 跟我們的後奶 後奶 所謂的後奶就是用了鮮奶 跟這個鮮奶油 去打出來的一種口感 那它其實沒有鹹度 因為很多人會以為它是不是奶蓋 奶蓋是不是 對其實不是奶蓋 因為奶蓋會加了起司粉 我們是沒有的 那喝起來就是 就是比較稍微清爽一點 但是又有一點厚實滑順的感覺 那另外這一款呢 你真的很有研究 真的 後來喝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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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聽不懂 對 很像布丁的香甜味這樣子 結果我推薦你喝一下鐵觀音的 對 因為它比較 對 喝鐵觀音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會 因為會 對 我剛剛原來是這樣子 聽到那個壓抑的那個反應 搖一下搖一下 那杯你應該要挑走 沒有想說我不要搖 因為我就想要吃上面的布雷 喝喝看 對 那你喝上面一點 喝得到布雷 有沒有 是什麼味道 我很愛烤布雷的那個味道 就是有點布丁的那個香味 對 有沒有賢哥 那一個鐵觀音的茶問 這就是奶茶嘛 可是它是鐵觀音 但是它是鐵觀音 然後以前它的後奶的味道 跟你一般在外面的奶茶是不一樣的 對 什麼叫後奶 後奶就是 我只有聽過後媽 後媽就是 爸爸再取的叫後媽 然後都是爺爺再取的叫後奶 就是 加後的 你們製作人 你們好幽默喔 不是 因為我真的是 因為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對 我的同事啊 小編啊 製作人啊 發言人啊 都知道我平常沒有在 前方很少喝飲料 這個什麼手搖飲 前方有說 然後每一次問我說要點什麼 我一定就是荊棘檸檬 我沒有別的選擇 所以我很少喝了 嗓子這麼好 後奶就是加後了 對 對對對 就是跟我們一般喝的奶茶是不一樣的 對 因為一般喝奶茶的時候 它還是就是 你還是覺得它就是一杯像茶的東西 可是 後奶的話你喝起來它會變得很溫順 有一點像拿鐵的感覺 對 太厲害了 太會說了 這樣你就會知道後奶是 所以有喝的人就會形容 對 鐵粉說中哥是珍奶達人 真的 真的 我喝的結果就是 真正 這是奶茶嗎 如果我可以喝一下奶茶 你知道我補鈣 像我不敢喝鮮奶 所以我就沒有鈣質來源 所以我都要喝奶茶 這是一個藉口 所以每次都要喝奶茶 那你這也是有茶 對 但是你就會覺得剛剛鐵觀音的茶味比較重 這個茶味就淡了 這是標準 標配 對 但鐵觀音的那個茶的濃度就會在網上伸 有有有 就是這個感覺 這樣你就知道了 確實 你那個就有一點點像 聽我說 好 有點像那個珍珠 就是你們那個冰棒的 聯名館 是嗎 喇汁 的液體 的那個感覺 對 只是沒珍珠 對 它就是奶茶的口感這樣子 那我就懂了 我就懂了 對對對 這個茶感比較重 好 好 對我們很多事情要說 創業來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不是要 我們不是來吃而已 我們還有這次要做 可是在沒有揭露這個主題以前 我還想要說一句話 就是說 我們在這樣的餐飲行業裡頭工作 每天看到這麼豐富的這些餐點 然後呢 而且這麼好吃 對 我覺得做員工的應該 他也會覺得 非常的愉悅 對 幸福 因為你既然從事服務業 真的 你的對象就是我們的消費的大眾 是 那我們把這個東西端出來給人家的時候 一方面我們有那種榮譽感 對 榮譽感就會讓我們這個歸屬感就加強 我覺得我很高興的把我們家最好的拿出來 這種概念 所以因此員工我覺得 應該也非常的 我們在這邊工作非常棒 對 沒錯沒錯 而且我們 除了工作之外 除了工作之外 是 好 所以Share T可以加盟 對 我們今天要那個大肆的拓展加盟 那我們呢 這個加盟的 198萬 條件 對 加盟金 198萬 但是呢 我們會送你20萬的原物料 還有10萬的行銷贊助費 對 所以實際上呢 你可能 150 對 168 而且加盟金其實對 跟那個其他手藥飲料品牌比起來算低了啦 算便宜了 對 來 2300 對 來喔 我們有這個 呃 員工的福利 來跟大家說一下啊 員工福利 我們員工福利 想要加入仙腳亭 想要加入幫幫黨 注意啊 大家看一下 我新買的業喔 新買的業 新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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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投票 好 我們的這個福利都在寫在上面 就說公司一般的福利之外呢 比如說還有這個教育訓練啊 外訓的 外訓還會 補助你那個 就學費這樣子 那 外訓是送哪裡 你自己決定啊 你自己想去學什麼東西 想選字文 喔 就是公余之俠 下班以後 要再去進修 沒錯沒錯 比如說現在很多在職專班 利用禮拜六禮拜天上課的 那公司也有補貼他嗎 應該是語言比較多啦 對可能 語言類 可能要看實際上你是 在職專班有的是學管理啊 喔 對不對 可能要實際上 要在媽媽當一個店長 對不對 再去念一個在職專班碩士 對 之前面一起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海外員工旅遊喔 對對 我們其實之前呢 像我曾經就跟公司去過這個 我們搭 盛世公主 那時候還沒有疫情啦 就2019年的時候 對去這個沖繩玩了一下 那更之前呢 我們還曾經去過越南等等 對就是每一年都會出國 但是這兩年當然疫情就 可以順便考察一下當地的店 對對對當地我們的店 沒錯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全省的相關員工 就到媽媽黨多一下 哈哈哈哈 沒有啊 其實我們去年還去那個 就是南投日月潭騎腳踏車 很好 兩天一夜 知識國旅 對啊 真心國內的旅遊 我看到一個國外旅遊有薪假耶 很棒耶 對對對沒錯沒錯 然後還有員工介紹獎金 就是我介紹這個員工進來的話 你會有介紹的 對啊 有介紹費 對然後手機化費補助啦 然後這個福委會啦 還有這個 欸 台新銀行轉帳免手續再等於10次 欸 這很棒耶 對就是 就像我們育三育六 新產戶 對啊對啊 然後福利這些 喔看到的重點 品牌餐飲券 對 然後我們還有這個 欸 不知道有沒有列出來 喔電影 每年電影票 就是 威秀影城電影票 喔 威秀影城 該看什麼電影 大家自己知道 好好好 我不在那邊多說喔 為什麼不用多說 可以多說幾句 推薦幾部電影 好看的 對 上我的本章我有寫影片 上金不葉照 就覺得做是不錯的選擇 這可以問我們製作人 陳曉喬小姐 哈哈 他有去看過 還有我們的發言人 黃若薇 金口球 很歡樂 好 趕快我們要鼓勵 五一勞動 未問一句 網路福利平台550的兌換點 所以他們就會有一個 累積點數這樣子 然後呢 像這個 社團活動的補助啦 然後這個聚餐的補助等等 等一下社團活動 難道在我們公司裡頭 還有組成各種社團 我們是很獎勵員工自己來組社團的 喔 這個在其他公司比較少有 對 不錯 那我們來看看職缺有什麼 職缺的話呢 CRT的部分 來囉 重點喔 我們現在要大肆的拓展加盟 之外呢 直銀店也會繼續開 所以我們 直銀的門是會 在招聘這個主任跟組長 好幹部級的月薪三萬到三萬四之間 主任大還主長大 應該是主任大 主任大 主任大 對 那Mapadon外廠的正職人員呢 兩萬八到兩萬九 然後營運營二部呢 營二就是Mapadon的這個營二處 對對對 那營運處也是兩萬八到三萬 那另外呢工務部呢工程設計師 三萬五到四萬三 這樣子 對 介紹給大家 謝謝 那我們最後 所以我們才抽了三個 我們不是開五位是嗎 有很多東西要抽 我想我們把那個 禮券的部分先把它抽完 好 電子禮券 還有兩個 三個 三個 還有三個名額啊 再抽三個 這三個嗎 對三個 六個 對今天要六個 好 來看一下 那更好啊 更好啊 哪三個 三個 恭喜陳恒光 五次友 跟楊金龍 恭喜 其實剛剛開頭有講 我們幸福企業的投票活動 對不對 然後呢 那我們最後 還有一個其實 那個我們 我剛剛其實沒有完全的 表述完 沒錯 也就是說 幸福企業的票選 無非就是需要讓 真心展現了很多福利 給自己員工的這些幸福企業 能夠受到彰顯 沒錯 然後讓更多人去認識他們 認識這些幸福企業 所以凡是投票的 我們就有機會抽中一萬塊 那剛好呢 年後我們有一個很重大的發現 就是我們在年前做過一個調查 就是將近有九成的上班族 都有轉職的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所以呢 於是呢 搭配著這個幸福企業的票選 那麼讓大家深入了解幸福企業 如果進而 找到工作 在幸福企業找到工作的話 這個不用抽獎 直接一萬塊就送給 因此在過完年之後 我們線上的網友 111的會員 他就非常有可能拿到兩萬塊 這個好康我們一定要趕緊的 介紹給大家 好不好 我們就要來抽出 而且已經有人得獎 有有有 每一天我們抽中的 這個一萬年的幸福的 這個得主 幸運的得主 我們還會去訪問他 然後了解一下 他自己的這個背景 相關背景 然後同時 雖然你只是一個上班族 每一個上班族 都有一些故事 可以跟大家去做分享的 所以我們也把這樣的故事 提供給所有的上班族的朋友 是的 很勵志的 整個活動 好不好 那我們是準備要抽 今天的這個幸運得主 一萬元 3 2 1 來看看是誰 夜圈秀 恭喜 0972的電話 恭喜你 0972的電話 夜圈秀 稍後呢這個直播結束以後 我們會跟你來打電話 我覺得這個非常不容易耶 是 那麼多的人來參與我們的票選 然後就能夠得到這個一萬塊 幸運 過去發生過好多的故事是什麼呢 就是 他的公司 有來參與幸福企業的票選 沒 那他就上網 來力挺自己所屬的公司 他沒有要轉職 對 力挺自己的公司 他就中一萬塊 這樣也可以 對 當然可以 所以 蝎腳亭的員工 今天看到蝎腳亭來上幸福企業直播 直播結束後 你就可以馬上來投票 來力挺自己的 這個公司 蝎腳亭 或者媽媽打 那麼這樣的話 你就有機會 在明天的直播 就有機會可以抽中 來 好不好 這個今天非常感謝 是的 我們侯申偉 侯發言人 謝謝謝謝 帶來這麼豐盛的 餐點啦 還有飲料 讓大家知道 我們在選擇飲品的時候 特別疫情期間 對 那種 炸汁過的啦 都還不如我們 食物原型 吃到水果 食物原型的存在 六款 這個台灣水果在裡面喔 金鳳梨 金鎮鳳梨 而且 而且金鎮鳳梨 又是解決我們 當前國家經濟發展的難題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企業 是不是要給它挺下去 你說強調啦 對 好喔 因為時間是很沒關係 我們今天直播就進行到這個地方 明天一樣 更多的幸福企業 要帶給所有的線上的好朋友 來認識 持續鎖定我們的直播 每一天抽一萬塊 是的 趕緊來參加我們幸福企業的票選 如果你還沒有參加的話 我覺得那會終身遺憾 因為它是一個台灣現今的社會運動 你只要是台北市的上班族 你只要經過捷運 你都可以看到 捷運網路企業送一萬 所謂送一萬是真的送你喔 你只要到幸福企業去任職 不用抽獎 一萬塊錢就鼓勵你 只要是工作滿三個月 我們就送一萬塊 好不好看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今天的餐點 然後覺得對於斜角亭 媽媽黨他們的這個經營的理念 你認同 歡迎踴躍的前往去認職 剛剛有些職缺已經提供給大家了 所以如果你到斜角亭 媽媽黨去認職 斜角亭跟媽媽黨 就送你一萬塊錢 但是呢 錢是一出一出的 好不好 這樣漂亮 好不好 好 祝福你的收看 天氣冷 大家再見囉 注意保暖 我們再會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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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